我通通其實不喜歡拿著那個東西看 只是因為我今天在測的時候 我發現15分鐘真的蠻短的 所以我必須要看是因為我要限縮自己 不能講出去這樣 就是把最近好還留給你們好 那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我其實他都已經講完了 對 就雖然他講得真的很好 但我其實是很學 努力學習 不要被別人的眼光影響 我很努力這麼學習 所以我其實不是本來就很會啦 好 那就是我覺得我很喜歡小孩 剛剛好像也有人講到 就是反正就是因為小孩子 他們就是不太在意別人眼光 對 就像他是在上我們之前去服務 然後就是他很可愛 他帶著他的毛毛蟲 然後就是在那邊溜來溜去 然後說他還給他吃什麼什麼 就是小孩子是不會在意別人眼光 然後我很喜歡這一點 我也希望我怎麼長大 我還是要保持一個小孩心 下眼 好 所以這是我那時候在準備的時候 然後剛剛跑那前幾天我出門的時候 就我其實現在大勢啊 也一樣要該讀的書還是要讀 就是準備國考啊 然後準備律師事法官考試 其實壓力頗大 對 然後但是我那天出門要讀書的時候 他出門瞬間突然這五個字浮現 就出門打天下 然後突然又一張豪氣 突然覺得自己好偉大 然後你會覺得這個人瘋了嗎 就是看個書有什麼好偉大 但是你知道如果你知道你在幹嘛 就是你知道你現在讀的書 未來是會帶出什麼樣的影響力 你就會覺得哇 我連讀書都覺得我在改變世界 對 所以如果每個人都這樣想的話 世界真的會不一樣 下眼 好 那到底什麼天下 其實實習代國很多就是 讓我更明白就是 就是讓我面 就像陳明說 我從小可能就 可能在教會長大 所以大家從小就跟你說 你就是一個改變世界的人 所以你就會很相信 但是慢慢講這樣 會覺得越來越困難 因為其實就像 呃 剛剛賢恩他講的就是 你上 其實上大學很容易 你一開始很有好情裝置 然後後來就看到 哦 現實層面啊 或是 當時開始想實際 你未來工作啊什麼 然後你就會越來越枯竭 就會覺得啊 我好像就是 22K啊什麼 就會覺得很困難 然後但是我覺得實習 真的讓我去 重新看見這些東西 其實不是不可能 只是你願不願意相信 願不願意失守你的信念 好 下一點 所以什麼是天下 就是我覺得實習 我剛好有機會去 呃 兩個很特別的地方實習 一個是 呃 HTC的法務部門 那第一個去到那一邊 就是這個東西 是我那時候進去 呃 員工的行程訓練 有點像這樣 然後 我就看見他 從他所給我們的 無論是 呃 就是 就是歡迎我們來的啊 或是什麼的 然後 或是他的這個 卡片 你就會看見他 呃 他其實從他的公司 是從裡面開始 他就在表達他的核心價值 就是他們是創意的 他們是客製化的 所以你會看見他們的手機 就是他們希望營造出來的環境 然後就會發覺 欸原來一個企業 他會去想這些東西 對 然後 呃 這是他們就是員工的 就是 很高級 很豪華的那個健身房 對 然後這也是很特別的點 就是 他們那裡不會說 你一定要幾點 上班到幾點 不會 他說你如果累了 那你去休息啊 你去運動 沒關係 對 就是 他們那邊的思維 是這樣跑的 那在那邊 我也看見就是 在那裡的法務 他們光 台灣法務的人數 就一百多人吧 對 雖然最近財源應該變少 對 好 但是就是你會看見 他們面對就是 國際大公司 就在那邊的時候 剛好是 那時候很多在告蘋果的案子啊 或是歐盟那邊 就是一些 反托拉斯各 各種的案子 然後就會看見 很實際上就是什麼叫國際化 什麼叫國際的業務 然後另外一方面 其實你會看見裡面的難處 就是 的確你 就是雖然HTC已經很大了 但是相較於蘋果什麼 他是很弱勢的意法 然後在裡面 我會看到很多 這些就是 因為簽保 保密寫暈 就是寫了定 所以我跟妳講 就是 反正你看很多合約 你就很清楚的看見 社會的現實是什麼 你就是弱 就是 人家就吃定你了 那你該怎麼辦 對 那在這裡面 你就會看見這些 呃 就是 在那邊工作的 他們是怎麼樣 運用一些談判的技巧 或是他們會教我說 為什麼合約會這樣寫 其實他就是會故意 多寫一些東西進去 然後談判的車就 喔 好吧 這個我就不要好了 就是 你會假裝也會不愁嗎 對 就是 你會看見這些東西 然後 呃 好 那下 下一個 那 這是我 今年暑假去 好 他是一個 美國很大的 律師事務所 然後他在台灣 有一個branch 那這個是他們的 就是主持律師 是 美國一個非常資深 很有名的一個大律師 對 好 那在那邊我看到什麼呢 第一個也是 我剛都是從新生訊 新生訊是香港那邊的 部門在幫我新生訊 所以是直接透過網路 然後視訊 那同時你會看到 他們的系統建制得非常好 他們 呃 整個亞洲地區 只有兩個那個 HR 還有IT 你就會覺得 哇賽 怎麼弄的 然後 所以他們整個系統 就是 你很容易一個按鍵 他就可以分享 他那邊就可以遠端操控 對 那這些東西就是 以前我在課本上看到 就是社會課本上面的東西 然後你就實際去體驗到 就是 真的就是 他們是可以這樣做 然後另外一個我看到的就是 資料庫的建議 就是在律師事務所 其實最困難是 就是 一些利益衝突 就假如說 我原來是在另外一家律師事務所 然後我幫某 我幫A打官司 那我可能換到B 但是他其實是代表 對方的 另造的方 那一方 對 那這樣其實就會有法律上很大的問題 所以 他們要怎麼樣子 讓一個律師事務所可以變這麼大 其實你的 就是這方面的管理要非常小心 然後 我看見這個資料庫就是 我可以去 Access到 我可以去碰觸到 就是 全國每個律師事務所 每一個的資料 每一個的案件 那在這裡面 他們就會做很多西部的管理 那些案件 你不能按進去 就是 我去報到之前 他其實就 用了三四份文件 就是在搜集 你之前有沒有去哪裡實習過 你有沒有接觸過什麼案子 對 那這個東西也是讓我看見 假如 你知道 我就會想 台灣很多資訊產業是很興盛的 很多人想要讀資訊 但是 很少聽到有朋友說 欸我想要讀資訊是因為我希望建造一個新的資料庫 然後我才發覺原來資料庫是可以做這麼偉大的事情 好 然後 下一頁 好 接下來就是我覺得在那邊也有機會跟到就是 無論是HCC前任的法務長 然後還有就是 呃 Winston 就是 John 就是他們的主持律師 那 我會開始明白這個其實是我高中的時候第一次實習 然後那一次實習是去空中音教室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然後 我就看見同盟會老師他真的很特別 就是他們的公司裡面 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剛去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拿了一個稿子給我 然後說 欸 那個 我們邀請你明天跟我上節目這樣 我想說 我是誰 我上什麼節目 然後我想說 如果是空中音教室可能還好 我英文程度應該可以符合 結果 我一打開的是 其實是Advanced就是朋友會說 你是最難的那一份雜誌 然後 他們 他們就相信我 就信任我 讓我上節目 然後那一天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有去經歷到一個 就是他們老師就說 其實 就是 就是 每一個人都會犯錯 所以犯錯是OK的 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一個思維突破 因為 我覺得在台灣的教育體制裡 你就是 要你有標準答案 要你一定要是好才是成功的 所以 在 我就發覺有些的元素在一個好的公司裡面的文化 是有相同元素 好 下一個 所以 在HTC的話 就是 這是他們的員工餐廳 他們員工餐廳吃超級好 他們員工餐廳是請 五星級的廚師來經營的 你就會發覺他們很用心在每個部分 然後這個是下午茶 我最喜歡就是你知道整天工作下來真的快累垮了 然後四點多就下午茶時間 然後你去 就是 他們就不同禮拜啊 然後 就會一起去吃個下午茶 這也是他們公司在提供的 對 然後 然後就是這些東西 你就會感覺到 他真的都是一個 就我實習過的地方都是 我偶爾我一放假我就會回去 就是去那邊 欸你們好啊 然後什麼 就很想回家的感覺 然後他們也每次看到我都很興奮 對 然後 然後 再下一個 下一個 對 好 然後這個是在Winston 就是 這非常特別 他們有運動時間 就是我們禮拜一和禮拜三的晚上 我們會在辦公室裡面運動 就把桌子椅子怎麼翻開 然後就鐵就是鋪著 然後他們請教練來運動 然後就是這個過程 我那時候就問 那主持律師為什麼會這樣做 他說其實 你一般如果跟同事都是在工作的話 壓力很大 但是你們如果有一起運動 然後運動的時候都會很醜啊 就是 那種什麼 健身啊 或是 撐不下去會開始大叫 你就看到大家各種面目 然後大家就會 突然變得好close 因為 最難看的都被看過 好 這就是他的idea 然後像他們 公 那種事務所有一個小小廚房 然後他們每一天 偶爾就會有律師或誰就 可能就會去煮個東西啊 或是像這個是做一個牌 然後就跟大家分享 你就會感覺那個地方很不一樣 雖然工作很有壓力沒錯 但是他們同時是可以去享受他們的工作 這也是我從來沒有想過 特別律師事務所 就是你通常聽到就是 會把人累垮 然後加班要到深夜之類的 但是他們工作就是 到六點的時候 就開始 那個主持律師就開始催人下班 欸該走啦該走啦 這樣 我覺得很誇張 就是我從來沒有想過可以這樣子 對然後就是跟他們去唱KTV跳 所以 就在那邊我覺得 一個不一樣的文化是 他的領導者是願意花時間在別人的身上 就像他們就是 兩個就是法務長 或是這個主持律師 他們是願意跟我花兩三個小時聊天 我心裡就會想說 你沒有其他事要做嗎 但是他就是願意這樣做 然後他會去看說 欸就是他會觀察 你哪裡是你可以加強的 他就會特別派人就是來帶我 然後丟事情給我做 然後他們很懂得信任 就像HTC 他們給我翻譯 去翻譯很重要一個合約 是他們每天都要用合約 然後還有像是就是 他們也很看這種關係 就是像在HTC 就是那個主管就有天就問我說 欸你生日什麼時候 因為他很怕沒有幫我過生日這樣子 然後還有像是 他們就是他們整個文化其實歸納下來 就是讓人可能很好去發揮他的專長 好下一個 好那他用什麼武器打天下呢 就是其實大部分時候不是這個樣子 就是就是不是你很tough就很厲害 那是什麼樣子的下眼 好其實是這樣子 好就是 Are you decent? 這是我那時候在跟John 就是那個律師在聊天的時候 他跟我分享 他說其實他在我身上看到這個 這是為什麼他那麼喜歡我 就是他在跟我講這時候 我也才發覺 欸為什麼前一個法律 那個就是法務長他會這麼幫我 就是我其實會到這家 就是後面這家律師事務所的原因 是因為今年13、14月的時候 那個法務長突然聯絡我說 欸洆湞你對這暑假 有沒有什麼實習的計畫 然後他就說他推薦我 可以去這家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怎麼會有人對我這麼好 那那時候他聊到這個 他就說其實像他的很多的秘書 或是現在一些主管 就是都是他有時候去咖啡廳 然後他就在觀察每個服務生 然後有些服務生他就覺得 他不只在做他原來的事情 他在做很多其他 他會特別的去貼心 或是特別的做額外的事情 然後他後來就會來聯絡這些人來面食 對所以這個就跟大家分享 其實這個東西裝不出來 這才是真正好曬的 時間好 下一人 所以這是生意上的想法 就是他說不能叫人小看你年輕 所以真的是這樣子 年輕很重 下一張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軟實力 就是像這一份就是財務報表 我那時候在HTC 他們給我一個任務是 我兩個禮拜後 就是他們兩個禮拜後 要跟一家大公司談判 然後再談權益金的方面的問題 然後他們那個公司就說 我就是已經很多公司都跟我簽約了 你們再不跟我簽約 你們會完蛋 我一定會搞我的這樣 那他們就很想知道 真的是很多公司簽約嗎 還是你隨便就是隨便講 所以他就要叫我去查 到底哪些公司跟他們簽約 然後這個東西不會是在Google上有的 但是他們要叫我從Google找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我滿會搜尋東西的 就是但是我那次就知道我貼到鐵板 就是我發現找了三層關鍵詞 四層關鍵詞都沒有 然後後來找到五六層 才開始找到一些我要的東西 然後所以後來我問他們的話 他們說你可以從財報看 我想說我根本沒有學過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花了一個禮拜時間 自己研究財報 然後把它看懂 然後這件事情讓我知道說 其實就是真正的實力是什麼 你在短時間裡面你可以學東西 然後你可以統整成自己的東西 然後去用 然後你可以分心找到問題點 好 然後下一個 對 然後最後就是 你知道怎麼打天下 然後很重要是你要踏出去 那出門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你逼自己出去 是OK啦 但我覺得不是最好的方式 就是其實如果你是 帶著興趣有一個動力出去很重要 分享說其實他在講他自己的經歷 然後我就說那你怎麼樣知道 你現在就是要讀這個 因為他說他做到某一個課堂上 他一個小時後就知道他這一輩子 就要幹就是關於專利的東西 然後我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要找到就是 Find your affection 你要找到哪一個東西會吸引你 勾出你的感情 就是讓你非常有passion 然後就是他就舉了一個例子 就像你如果愛上一個人 看到一個人就是那個人 總是就是讓你很吸引你 然後他會不斷的去就是 你會有一個很大的好奇心 覺得就是想要挖掘 然後在挖掘對方的過程裡面 你也會挖出自己的創意 你會挖出更認識自己 對 然後這個東西就會帶到 其實你的命令 對 然後就是正是他那時候在跟我分享說 他跟我分享很多他在看 他算是做專利這一塊 但是他也讀關於環境的議題 他也讀關於就是科技 他也讀關於就是民主啊 或是自由啊 或是共產之類的 對 然後他說他從這些東西 他去擴展自己的視野 所以跟大家分享 對 然後就我相信就是 最後下一眼 對 就我很相信就只能創造我每一個人 就放在我裡面一個機制 就你遇到你真的有興趣的那個東西 你就會非常非常有興趣 而且你在那一塊就是沒有人可以取代的 你會做得非常非常棒 對 然後所以就鼓勵大家可以就是 有的時候啦 雖然社會有壓力 你必須要很快達成一些事情 有些成果才會是好像你是成功的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真的 就是讓自己放慢 像我自己現在就是我決定標考研究所 我先去工作幾年 然後去看一看 然後接下來再出國念書 對 就是就是其實會有點壓力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欸 你成真你那麼厲害 你那麼優勢 我為什麼不直接一路讀上去 但就是我覺得那個就是 我剛才說Find your affections 我覺得你必須要放慢你的腳步 然後時間會等你其實 對好那就是祝福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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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